百年时尚新 千年翡翠琴 买A或翡翠 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 带最好的翡翠 香港电影《赌神》大家应该很熟悉 里面由朱润发饰演的主人公高继 以神乎奇迹的赌牌技巧逢赌必赢 因此获得了赌神的称号 然而 电影里的赌神并不是完全凭空捏造的 是以现实中的一个人为原型才创作出的艺术形象 而这个人就是陈强尼 陈强尼出生在中国广东 五岁时全家搬到香港 后来又搬到美国定居 16岁之前 陈强尼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志向所在 读了大学 学习餐饮 也并不是很感兴趣 直到他在一次旅途中发现了扑克牌 才确定自己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在赌桌上大干一场 21岁时 陈强尼成为一名职业牌手 30岁时 陈强尼参加了世界扑克大赛 并横扫悬场拿下了冠军 从此 他一战成名 后来又连续拿下多个冠军 至今已经拿下10个世界扑克大赛手桌 这样的名气也吸引了影视创作者的注意 电影《赌神》就以它为原型 包括主人公赌牌时的许多习惯 如摸戒指 雕牙线等等 都是参照陈强尼来演绎的 另外 陈强尼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 电影没提到 那就是 他喜欢在赌牌时的桌子上 放一个橘子 有人猜测 这会带来好运 所以很多人也纷纷模法 后来 陈强尼自己介绍说 因为赌场烟味很大 他放一个橘子只是用来去味的 好让自己更加集中注意力 并没有其他作用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 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 希望他以后能报效祖国 长大后的彭云成绩优异 被公派着美国留学 然而 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 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 当媒体问及此事 他的回答惹人争议